嗨 大家好 今天我们到了印第安人 把它叫做table park table就是桌子的意思 在欧洲人移民到美国来之前 这是印第安人一个聚集的地方 在古老的印第安人心目中 这个地方非常有名 这一说就是大概400年以前了 现在的印第安人都已经走了 过去他们在这来举行一些 什么像婚礼啊 节日的聚会啊 还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会议 就是他们那时候 印第安人之间部落之间经常发生一些 为了争夺地盘的战争嘛 所以他们也是经常聚集到这里来 就类似于一个停战协议的地方 不想两个部落之间如果不想打仗了 他们就会到这里来开会 来谈一些条件啊 所以这也是他们一个军事会议中心 所以这个湖泊原来是很大的 现在变小了 他们原来来到这儿 也是就是吃吃喝喝的啊 然后再谈一些友好的 就是双方要签订友好协议了 不再打仗了 也有点像康熙皇帝原来 康熙大帝原来 他们不是总去承德那边 跟一些蒙古族的部落来沟通啊 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国 那个时候清朝的时候 这个北部的什么准戈尔部落呀 还有什么那些个什么蒙古部落啊 满族的部落之间也经常打仗 他们就有那么一个开会的地方啊 康熙皇帝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去开会 往往把那些北方的部落召集起来 大家沟通沟通联络联络 一个是康熙皇帝入住 他们那时候刚刚入住中原之后 也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 另外一个也协调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啊 这个地方就有点像曾经的那种 部落之间的一个沟通交流开会的地方 挺有历史意义的 但是后来他们被这些欧洲人赶走了 赶到一般都是赶到一些西部的 西部的像什么Arizona啊 还有加州啊那些地方去一个 给了他们等于是一个固定的区域 所以呢这边就没有印第安人居住了 变得比较 变得比较荒凉了啊 原来他们那种忌讳的在上面唱歌跳舞的那种草坪啊 现在都变成了这种 长了这种小树 也有大树啊 也有大树啊 这些大树 都长起来了 过去说这个地方 嗯 都是草坪啊 他们在这围着这个湖 宰歌宰舞 又烧烤啊 开party的地方 现在是这边一个为了纪念印第安人的公园 没事我们就来这散散步 它是在一个山上面 秋高气爽的 我是来这山上面想看看红叶 因为在下面看红叶 效果不是特别好 你看上面的红叶越高处的红叶越红 因为今年的天气比较暖和 所以这个红叶不如往年那么鲜艳 这里是哈德逊河的源头 今天我找到了这个源头 就这个 这一块 你可以说它是哈德逊河 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湖 这周围的山就是Adrondack山脉 从山脉上有很多小河流汇集下来的水 他们汇集到这个 汇集到这里 然后在向南一直流到纽约市 这就是哈德逊河的源头 这也是哈德逊河最北边的一段 现在这里已经规划成一个周立公园了 在这个公园里边建了很多房子 但是他们都不能离这个湖特别近 他们离这大概有一两百米吧 有一个社区住在这儿 但是这边的公园呢 是供大家来游玩的 作为一个保护公园了 刚才碰见了好几个散步的人 在这个森林里散步的人 他们都是住在这个附近的 说每天中午和下午就遛狗 到这个公园来遛狗 也有一个公共的码头 你看刚才那个游船 它就是从公共码头那儿下水 可以一直沿着这儿 就沿着哈德逊河往南边走 这个地儿就是在 萨拉托加乔治湖旅游区 所以说萨拉托加乔治湖旅游区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景点 就是这个哈德逊河的源头 还有这些山都叫阿德逊河山脉 过去这边烂砍烂伐的情况挺严重的 好多树都被它们砍了 后来从1960年之后就规定 说不允许乱砍了 把它弄成这个保护用地了 你看这些树后来自然又长出来的多好啊 而且还都是那些非常名贵的佛 这大树 这个森林里边还有很多鸟 小动物 鹿 嗯 瞧它这地儿天然的形成了这些木头的根 木根 树根天然的形成了一个阶梯可以上去 这些住在这个公园里的人真幸福 瞧这个湿地有的地它有一些湿地其实也没关系 因为有湿地的地方呢 都会有一些鸭子鹅还有鸳鸯 动物都比较多 是动物的稀稀之地 然后只要你搭上这种 瞧这种成品的 一买买一大条一大条的这种小木桥就没事了 我们走出了这个森林公园里的一片湿地公园 沼泽地公园 记得在佛州迈阿密那边有专门的一个很有名的沼泽地公园 这就是森林公园里边的一片沼泽公园 刚才看见了水塔 我记得有一个岛的它卖的特别便宜 就是因为它一半是高地一半是湿地 那个高地上面呢你都可以建房子 好多人就说不喜欢那个湿地 像这些都是湿地 其实我觉得它那个一块高地 然后一块湿地 那种连起来的就用这种小木桥 这种小木桥给它连上就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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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another finally 好 好 好 stance like 走出了沼泽地 我们又走进了一片山谷 听到这鸟叫声好怪 看不见他们 我看这代表表看到有很多山 但是沿着沿河沿河沿沿沿沿沿沿岸 你找到鱼鱼鱼吗 鱼鱼鱼鱼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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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